Bubblebut Bubblebut Hello 大家好 我是开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足球电影 是1997年的极度狂热 这也是一部阿森纳球迷必看的电影 但开哥看完却觉得 这部电影大概所有球迷都会无法抗制 因为你看到电影里的男主角 就像看到另一个疯狂喜爱足球的自己 一边只是岁了 却依然像十几岁的少年一样 喜欢在那片绿荫草地追逐足球 一边又苦恼着怎么处理好老婆和足球的关系 男主角保罗是一个200%的超级阿森纳球迷 21年来 阿森纳的每一场比赛他都不会错过 也因为他多年来对足球始终如一的那份热爱 让性格与自己完全相反 完全不看球赛的修修 喜欢上了自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修修发现 他事实以足球为先 他的时间都是以赛季计算的 5月停止 8月开始 修修怀孕了 保罗给未来宝宝取名连恩 因为那是阿森纳最伟大的球员的名字 他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首先考虑的是哪个离阿森纳球场最近 他升职面试失败了 修修跑去安慰他 希望他别难过 结果却发现他难过咆哮 是因为阿森纳输掉了一场关键的比赛 他们之间因为足球引发的矛盾 也在这个重要的赛季彻底爆发 修修认为保罗作为一个成年人 不应该为了一场普通的比赛那么沮丧 保罗则激动地表示 18年了 他一直有一个理想从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看到阿森纳获得联赛冠军 人的一生有很多理想 但是有什么样的理想可以坚持18年呢 修修认为他不应该像个小孩一样对足球那么狂热 保罗却觉得或许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他们一直想要的东西 到了决赛那天 阿森纳客场对立匿务谱 在比赛的过程 保罗将一个真爱粉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咒骂着阿森纳拉几 焦虑地来回躲步 念叨着他们不可能会议 另一方面却又极度渴望他们取得圣灵 紧紧地盯着屏幕希望看到他们得分进球 最后阿森纳真的绝杀进球 二比林赢得了比赛 赶来的修修和保罗最终在欢呼庆祝的人潮中相遇 说来 开哥觉得足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即使你不是一个球迷 你也会感受到 足球比赛的那份紧张 刺激 沮丧和开心 就像修修 虽然和保罗暂时分开 却依然有关注球赛的习惯 还有修修那不懂也不看球的美女摄友 也在决赛那天 不由自主地选择看足球直播 甚至曾经不看球的保罗妈妈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关注球赛 在阿森纳获得胜利的那一刻 这些人都在家中跳起欢呼 仿佛他们就置身现场 同万人一起黄欢 就像保罗的一段读版里面说的 就是那短短的几秒钟 你的关心和你制造的声音 已经成为比赛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比赛变得那么特别 因为那时候的你变得跟球员一样重要 如果说保罗是大众球迷的代表 那么修修就代表了非球迷的那类人 有些事情如果你不参与其中 你就无法理解 而只要你参与了 你就一定能感受到那份热情 这就是足球也是运动的魅力 拜拜